超大块的 很嫩耶 很juicy 今天我要来介绍一下感恩节他们必吃的几种食物 那在介绍感恩节必吃的食物之前 我想要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感恩节 感恩节它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国定假日 但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美国的时间是11月的第4个礼拜四 加拿大的是10月的第2个礼拜一 美国的感恩节假期会有4天 就是从礼拜四开始放到礼拜天 因为这个假期有4天所以比较长 通常这个节日就是美国他们的返乡团聚的时候 这个时候也会特别多人去旅游之类的 然后感恩节隔一天就是非常著名的黑色星期五 就是各大商场各大网购都是大打折扣的时候 现在想要来介绍一下感恩节的由来 在1620年的冬天 有一群清教徒他们从英国的普利茅斯出发 然后要去美洲的新大陆 这群清教徒他们就是搭乘非常有名的五月好好前往美洲大陆 他们到达就是现在美国的布斯顿的南方 那因为那边的天气比较冷 就在冬天的时候 那他们又是新野民 所以他们也不熟悉那边的环境 所以就是他们经常挨饿受冻 不过还有后来就是他们有受到原住民的帮忙 然后就是有教他们怎么狩猎 怎么种植作物 那为了想要感谢他们就会在每年的丰收 也就是现在大概感恩节这个时候 会邀请当地的原住民一起跟他们庆祝这个丰收 然后就是现在的感恩节 我刚刚讲的版本其实就是美国教科书的版本 但其实真实版本就是有点血腥残忍 我现在就是要来介绍一下感恩节必吃的几种食物 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个感恩节必吃食物的餐盒 那我来介绍一下 就是他们一定会吃的这个东西就是火鸡嘛 然后火鸡啊他们通常就是很大一只 然后在他们肚子里面他们就是会塞很多蔬菜啊水果啊 然后一些香料再进去烤箱烤这样 再来是火鸡下面这个 这个东西叫做gravy 就是应该就是肉汁肉酱 然后他就是通常呢会搭配马铃薯 或是火鸡一起吃 gravy这个东西就是在美国非常常见 然后他每个gravy就是味道都不太一样 就是我吃过很多不同的gravy这样 再来就是马铃薯泥 通常就是他可能会加一些奶油或是牛奶 然后让他的口感很绵目这样子 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在台湾是没看的 这个东西叫做stuffing 它就是其实就是面包 然后加一些香料 我之前吃到的stuffing都是有点重口味这样子 stuffing就是中文就是塞料填料吧 那所以这个东西通常他们也是会 把它塞到火鸡的肚子里面一起去烤 然后再来这个就是玉米跟四季豆 就是因为这两个作物在美国应该算是当地的作物 然后就是这个四季豆啊就是我之前还有吃过就是四季豆砂锅 就是用成很像焗烤它是把四季豆铺在一个像这样子一个烤盘上面 然后再铺什么一些起司啊 然后还有一些炸洋葱然后就是拿去烤就蛮好吃的 等一下我就是来吃这些东西然后停价一下 好我现在先来吃这个火鸡肉 火鸡肉 它看来其实蛮像鸡胸肉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还不错吃了 就是它这个火鸡的调味还蛮刚好不会太咸 肉食吃起来是蛮嫩的 我现在来吃吃看配上gravy的怎么样 蘸一下gravy 好 它是沾上gravy的果鸡 我觉得它的gravy还蛮好它这个gravy有点奶油味 我来单吃一下它这个gravy看看 我觉得它有点玉米浓汤的味道就是有点奶油玉米浓汤 然后再加上一些肉去熬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吃起来是蛮像这味道就蛮鲜的鲜甜的感觉 还不错 那我现在来吃一下这个马铃薯米 它这马铃薯米很绵密耶 就是我刚挖它去的感觉 我觉得很好吃就是 它也是调味得很好就是 不会很咸 然后它口感就是真的很绵密就是 入口鸡笼的那种感觉 再吃一口 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你就是不需要去咀嚼它就直接划开来 嗯我觉得这马铃薯米很好吃 嗯真的很好吃 很勉 好那我现在来吃一下 这个 STARFING 因为我之前吃到的STARFING都很咸 所以 我不知道它这个怎么样我来试试看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这次这一个STARFING 比较没有那么重回 然后 我觉得比较好吃 但也是有点咸 但是比较起来是比我之前吃的还要好一点 然后我觉得它 就是 因为它就是很香 它就是有一种香料味 它这个吃起来就是很湿润的感觉 就是很像是面包然后你去泡在液体里面 然后就是那个面包变软软软烂烂的 然后再有一些香料 大概是那种感觉 就是 濕润的感觉 濕润的面包 味道很满香就是很多香料味 第一个看得出来 它就是 面包做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它这边你看到 还看得到很像吐司啊那种 样子 然后它就是把吐司可能用碎 然后再去加一些汁跟一些香料 然后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看到就是 好像有个葱 对 所以它就是有一些葱啊香料 我现在来吃一下 玉米跟四季豆 这应该就是清蒸水煮的啦 对应该比较一般 那来吃吃看 玉米还蛮甜的 嗯 应该就水煮的 没有调味 好 吃一个四季豆 嗯 蛮脆的耶 但也是没有味道 就是没有调味的 所以它可以配 stuffing 或是gravis 因为它们比较有味道 这样 整体来说 这个餐还蛮好吃的啊 就是这样搭配起来 然后就是除了 这些餐点之外 就是感恩节还有一些 它们会蛮常吃的 有一个是 蔓越莓果酱 然后通常这个蔓越莓果酱 它们都会搭配火鸡来吃 可能有点解腻的效果 因为就是蔓越莓酸酸甜甜的这样子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感恩节一定会吃的一个甜点 就是南瓜派 就因为南瓜它就是秋季的作物 所以它们就是会做南瓜派 然后南瓜派我真的有吃过 但是我没有很喜欢 因为它南瓜派的味道就是 南瓜啊 然后有点姜味 然后还有一点肉桂味 所以就是不喜欢姜味或肉桂 就是可以直接pass掉这样 我之前吃到南瓜派 它的口感就是 有一点像是很浓稠的果酱 有点像果冻那种口感 对还蛮特别的 就是跟一般想象中的派的 口感不太一样 那今天就是介绍这个感恩节的必吃的食物 然后还有一些感恩节的由来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啰 拜拜